话说宝玉见了甲正 回至房中 更绝头昏脑闷 懒带动叹 连饭也没吃 便昏沉睡去 仍旧严一诊治 服药不孝 索性连人也认不明白了 大家扶着他坐起来 还是像个好人 一连闹了几天 那日恰是回酒之期 若不过去 薛姨妈脸上过不去 若说去呢 宝玉这般光景 贾母明知是为待玉而起 玉要告诉明白 又恐气急生辩 宝钗是新媳妇 又难劝慰 必得姨妈过来才好 若不回酒 姨妈称怪 便与王夫人凤姐商议道 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 启动 是不怕的 用两成小轿叫人扶着从园里过去 应了回酒的集期 以后请姨妈过来安慰宝钗 咱们一心一意的调制宝玉 可不两全 王夫人答应了 即刻预备 幸亏宝钗是新媳妇 宝玉是个疯傻的 由人多弄过去了 宝钗也明知其事 心里只愿母亲伴的糊涂 事已至此 不肯多言 独有薛姨妈看见宝玉这般光景 心里懊悔 只得草草完事 到家 宝玉越加沉重 四日连起座都不能了 日中一日 甚至汤水不尽 薛姨妈等忙了手脚 各处便请明医 街步 十病源 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各穷医 性弊 别耗治安的 诊的病源是悲喜激舍 冷暖失调 饮食失实 忧愤至终 正气拥毙 死内伤外感之症 于是杜亮用药 治晚服了 二更后果然省些人事 便要水喝 贾母王夫人等才放了心 请了薛姨妈带了宝钗 都到贾母那里暂且歇息 宝玉片时清除 资料难保 见诸人散后 房中只有席人 因患习人 至跟前 拉着手哭道 我问你 宝姐姐怎么来的 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 怎么被宝姐姐赶了去了 她为什么霸占住在这里 我要说呢 又恐怕得罪了她 你们听见林妹妹哭得怎么样了 习人不敢明说 只得说道 林姑娘病着呢 宝玉又道 我瞧瞧她去 说着 要起来 岂知连日饮食不尽 身子那能动转 便哭道 我要死了 我有一句心里的话 只求你回明老太太 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 我如今也不能保 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 死了越发难张罗 不如腾一处空房子 趁早将我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 活着也好一处医治服事 死了也 好一处停放 你依我这话 不枉了几年的情分 习人听了这些话 便哭得耿嗓气耶 宝钗恰好同了婴儿过来 也听见了 便说道 你放着并不保养 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老太太才安慰了些 你又生出事来 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 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 虽不吐你的风告 将来你成了人 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 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 太太更是不必说了 一生的心血精神 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 若是半途死了 太太将来怎么样呢 我虽是命薄 也不至于此 据此三剑看来 你便要死 那天也不容你死的 所以你是不得死的 只管安稳着 两个四五天后 风邪散了 太和正气一族 自然这些邪病都没有了 宝玉听了 竟是无言可达 伴赏方才兮兮的笑道 你是好些时不和我说话了 这会子说这些大道理的话 给谁听 宝钗听了这话 便又说道 时告诉你说吧 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 林妹妹已经顽固了 宝玉忽然坐起来 大声诧异道 果真死了吗 宝钗道 果真死了 岂有红 口白蛇咒人死的呢 老太太 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 你听见她死了 自然你也要死 所以不肯告诉你 宝玉听了 不禁放声大哭 倒在床上 忽然眼前漆黑 便不出方向 心中正字恍惚 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 宝玉茫然问道 借问此事何处 那人道 此因私全路 你受未中 何故至此 宝玉道 事闻有一故人已死 遂寻访至此 不觉迷途 那人道 故人是谁 宝玉道 姑苏林黛玉 那人冷笑道 林黛玉生不同人 死不同鬼 无魂无魄 何处寻访 凡人魂魄 聚而成行 散而为弃 生前聚之 死则散烟 常人上无可寻访 何况林黛玉呢 乳快回去吧 宝玉听了 呆了半赏道 既云死者散也 又如何有这个阴丝呢 那人冷笑道 那因私说有便有 说无就无 皆为世俗 逆于生死之说 设言以警示 便道上天深怒于人 或不守分安长 或生路为中自行夭折 或是淫欲上 弃逞穷无故自云者 克设此地狱 求其魂魄 受无边的苦 以偿生前之罪 乳寻待遇 是无故自献也 且待遇已归太虚幻境 乳若有心寻访 潜心修养 自然有时相见 如不安生 即以自行夭折之罪 求尽因私 除父母外 御图一见待遇 终不能以 那人说必 秀终取出一时 向宝玉心口致来 宝玉听了这话 又被这石子打着心窝 吓得急欲回家 只恨迷了道路 正在愁愁 呼听那边有人唤他 回首看时 不是别人 正是贾母 王夫人 宝钗 席人等围绕 哭泣叫着 自己仍旧躺在床上 剑暗上红灯 窗前昊月 依然锦绣从中 繁华世界 定神异想 原 来竟是一场大梦 浑身冷汗 觉得心内清爽 仔细异想 真正无可奈何 不过长叹数生而已 宝钗早知待遇已死 因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之道 孔天病难治 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 时因待遇而起 失欲赐之 故趁事说明 使其一痛决绝 神魂归一 数可聊至 贾母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 深怪他造次 后来见宝玉醒了过来 方才放心 立即到外书房 请了毕大夫进来诊室 那大夫进来诊了脉 便道 奇怪 这回脉气沉静 神安欲散 明日进条里的 要 就可以忘好了 说着出去 众人各自安心散去 席人起初申愿宝钗不该告诉 为是口中不好说出 因而贝帝也说宝钗道 姑娘特性极了 宝钗道 你知道什么好歹 横竖有我呢 那宝钗认人诽谤 并不介意 只窥查宝玉心病 按下针边 一日 宝玉 坚决神智安定 虽一时想起待遇 尚有糊涂 更有席人缓缓地将老爷 选定的宝姑娘为人和后 贤林姑娘秉性古怪 原恐早妖 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 病中着急 所以叫雪燕过来哄你的话时 常劝解 宝玉中是心酸落泪 玉带寻死 又想着梦中之言 又恐老太太 太太生气 又不能撩开 又想待玉已死 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 方信金时姻缘有定 自己也解了好些 宝钗看来不妨大事 于是自己心也安了 只在贾母王夫人等前 进行过家庭之礼后 便设法已是宝玉之忧 宝玉虽不能时常做起 一常见宝钗坐在床前 经不住生来救病 宝钗没以正言劝解 以养身要紧 你我既为夫妇 岂在一时之语安慰他 那宝玉心里虽不顺遂 无奈日离甲 母王夫人及薛姨妈等轮流相伴 夜间宝钗独去安寝 甲母又派人服侍 只得安心静养 又见宝钗举动温柔 也就渐渐地将爱慕 黛玉的心肠掠移在宝钗身上 此事后话 却说宝玉成家的那一日 黛玉白日已昏晕过去 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 把个李丸和子娟哭得死去活来 到了晚间 黛玉却又缓过来了 微微睁开眼 似有药水药汤的光景 此时雪焰已去 只有子娟和李丸在旁 子娟便端了一盏桂圆汤河的梨汁 用小银汤灌了两三池 黛玉必着眼静养了 李惠子 觉得心里四明四暗的 此时李丸剑黛玉略缓 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 却料着还有一半天 耐头 自己回到道乡村料理了一回事情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 只有子娟和奶妈 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 便一手攥了子娟的手 使着进说道 我是不中用的人了 你服侍我几年 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 不想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子 闭了眼歇着 子娟见她攥着不肯松手 自己也不敢挪动 看她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 只当还可以回转 听了这话又含了半截 半天黛玉又说道 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 我的身子是干净的 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眼语了 那手却渐渐紧了 喘成一处 只是出气大入气小 已经猝急得狠了 子娟忙了 连忙叫人请礼玩 和巧探春来了 子娟见了 忙悄悄的说道 三姑娘 瞧瞧林姑娘吧 说着泪如雨下 探春过来 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 连目光也都散了 探春子娟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 李婉赶忙进来了 三个人才见 了 不急说话 刚擦着 猛听黛玉直声叫道 宝玉 宝玉 你好 说道好字 便浑身冷汗 不作声了 子娟等急忙扶住 呐喊欲出 身子便渐渐的冷了 探春李婉叫人乱着笼头穿衣 只见黛玉两眼一番 呜呼 香魂一缕随风散 酬绪三更入梦窑 当时黛玉弃绝 正是宝玉取宝钗的这个时辰 子娟等都大哭起来 李婉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 今日更加可怜 也便伤心痛哭 因萧香管离新房子甚远 所以那边并没听见 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 只听 的远远一阵音乐之声 侧耳一听 却又没有了 探春李婉走出院外在厅时 唯有竹梢风动 月影一强 毫不凄凉冷淡 一时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 将黛玉停放壁 派人看守 等明早去回凤姐 凤姐因见贾母王夫人等忙乱 贾正起身 又为宝玉昏会更甚 正在着急异常之时 若是又将黛玉的凶性一回 红贾母王夫人愁苦交加 急出病来 只得亲自道远 到了萧香馆内 也不免哭了一场 见了李婉探春 知道诸是其辈 便说 很好 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 不言语 叫我着急 探春道 刚才宋老爷 怎么说呢 凤姐道 环道是你们两个可怜他些 这么着我还得那边去招呼那个冤家呢 但是这件事好累赘 若是今日不回 使不得 若回了恐怕老太太隔不住 李婉道 你去见机行事 隔回再回方好 凤姐点头 茫茫的去了 凤姐到了宝玉那里 听见大夫说不妨是 贾母王夫人略觉放心 凤姐便被了宝玉 缓缓的将待遇的事回明了 贾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 贾母眼泪交流说道 是 我弄坏了她了 但只是这个丫头也特傻气 说着 便要到园里去哭她一场 又惦记着宝玉 两头难顾 王夫人等含杯供劝 贾母不必过去 老太太身子要紧 贾母无奈 只得叫王夫人自去 又说 你替我告诉她的阴灵 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 只为有个亲书 你是我的外孙女儿 是亲的了 若与宝玉比起来 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 唐宝玉有些不好 我怎么见她父亲呢 说着 又哭起来 王夫人劝道 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 但只受妖有 定 如今已经死了 无可尽心 只是葬礼上要上等的发送 一则可以少尽咱们的心 二则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儿的阴灵儿 也可以少安了 贾母听到这里 越发痛哭起来 凤姐恐怕老人家伤感太过 名仗着宝玉心中不慎明白 便偷偷的使人来撒个谎儿 哄老太太道 宝玉那里找老太太呢 贾母听见 才止住泪问道 不是又有什么缘故 凤姐陪笑道 没什么缘故 她大约是想老太太的意思 贾母连忙扶了珍珠儿 凤姐也跟着过来 走至半路 郑玉王夫人过来 一一回明了贾母 贾母自然又是哀痛的 只因要到宝玉那边 只得人类寒悲的说道 既这么着 我也不过去了 有你们办吧 我看着心里也难受 只别委屈了她就是了 王夫人凤姐一一答应了 贾母才过宝玉这边来 见了宝玉 一问 你做什么找我 宝玉笑道 我昨日晚上看见林妹妹来了 她说要回南去 我想没人留得住 还得老太太给我留一留她 贾母听着 说 使得 只管放心吧 席人因扶宝玉躺下 贾母出 来到宝钗这边来 那时宝钗上未回酒 所以美美见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 这一天见贾母满面泪痕 递了茶 贾母叫她坐下 宝钗侧身陪着坐了 才问道 听得林妹妹病了 不知她可好些了 贾母听了这话 那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因说道 我的二 我告诉你 你可别告诉宝玉 都是因你林妹妹 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 你如今做媳妇了 我才告诉你 这如今你林妹妹没了两三天了 就是娶你的那个时辰死的 如今宝玉这一番病还是为着这个 你们先 都在原字里 自然也都是明白的 宝钗把脸飞红了 想到黛玉之死 又不免落下泪来 贾母又说了一回话去了 自此宝钗千回万转 想了一个主意 只不肯造次 所以过了回酒才想出这个法子来 如今果然好些 然后大家说话才不至四前留神 独式宝玉虽然病是一天好似一天 她的痴心总不能解 必要亲去哭她一场 贾母等知她并未除根 不许她胡思乱想 怎奈她郁闷难堪 并多反复 倒是大夫看出心病 索性叫她开散了 再用药条理 倒可好得快 些 宝玉听说 立刻要往萧香馆来 贾母等只得叫人抬了主椅子过来 扶宝玉坐上 贾母王夫人即便先行 到了萧香馆内 一见黛玉灵就 贾母已哭得泪肝气绝 凤姐等再三劝住 王夫人也哭了一场 礼完便请贾母王夫人在礼间歇着 由自落泪 宝玉一道 想起未病之先来到这里 今日乌在人亡 不禁嚎啕大哭 想起从前何等亲密 今日死别 怎不更加伤感 众人怨恐宝玉病后过哀 都来解劝 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 大家搀扶些息 其余随来的 如 宝钗 聚集痛哭 独是宝玉必要叫子娟来见 问明姑娘临死有何话说 子娟本来深恨宝玉 见如此 心里已回过来些 又见贾母王夫人都在这里 不敢撒落宝玉 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 怎么烧毁帕子 焚话施搞 并将临死说的话 一一的都告诉了 宝玉又哭得气耶猴干 看春趁便又将待遇临终 主妇带救回南的话 也说了一遍 贾母王夫人又哭起来 多亏凤姐能言劝慰 略略止歇 便请贾母等回去 宝玉那里肯涉 无奈贾母逼着 只得勉强回房 贾母有了 年纪的人 打从宝玉病起 日夜不宁 今又大痛一阵 已绝头晕身热 虽是不放心垫着宝玉 却也挣扎不住 回到自己房中睡下 王夫人更加心痛难尽 也便回去 害了彩云帮着席人照应 并说 宝玉若在悲期 素来告诉我们 宝钗是之宝玉 宝玉时必不能设 也不相劝 只用讽刺的话说他 宝玉到孔宝钗多心 也便隐气收心 歇了一夜 道也安稳 明日一早 众人都来瞧他 但觉气虚深弱 心病倒绝去了几分 于是加义调养 渐渐的好起来 贾母性 不成病为是王夫人心痛未全 那日薛姨妈过来探望 看见宝玉精神略好 也就放心 暂且住下 一日 贾母特请薛姨妈过去商量说 宝玉的命都亏宜太太救的 如今想来不防了 毒委屈了你的姑娘 如今宝玉调养百日 身体复旧 又过了娘娘的功夫 正好圆房 要求姨太太做主 令则各上好的吉日 薛姨妈便道 老太太主意很好 何必问我 宝丫头虽生的粗笨 心里却还是极明白的 她的性情 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 但愿他们两口而言和一顺 从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 我姐姐也安慰些 我也放了心了 老太太便定个日子 还通知亲戚不用呢 贾母道 宝玉和你们姑娘生来第一件大事 况且费了多少周折 如今才得安逸 必要大家热闹几天 亲戚都要请的 一来仇怨 二则咱们吃杯喜酒 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 薛姨妈听说 自然也是喜欢的 便将要扮装帘的话 也说了一番 贾母道 咱们亲上做亲 我想也不必这些 若说动用的 她屋里已经满了 必定宝丫头她心爱的要你几件 姨太太就拿了来 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 不比得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 所以她不得长寿 说着 连薛姨妈也变落泪 恰好凤姐进来 笑道 老太太姑妈又想着什么了 薛姨妈道 我和老太太说起你林妹妹来 所以伤心 凤姐笑道 老太太和姑妈且别伤心 我刚才听了个笑话而来了 意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 贾母试了试眼泪 微笑道 你又不知要编派谁呢 你说来我和姨太太听听 说不笑我们可不一 只见那凤姐未从张口 先用两只手比着 笑弯了腰了 未知她说出些什么来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